- 理財分半鐘,財路自然通,理財分半鐘,林修詠 交稅的期限越來越接近 如果你預先知道你沒辦法交稅 都千萬不要不遞交報稅表 希望稅局不注意而門天過海 現在是電腦時代,你不按時矯交報稅表 國稅局很快就知道,到時就很麻煩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一兩個月後就能夠繳付稅金 就應該盡量接近4月17日才報稅 然後按自己的能力在遞交報稅表時 先繳付部分的稅金 以後到國稅局通知你欠稅時 就連同每個月半離利息的佛金一次過繳付 如果自己知道6個月後才有能力交稅 就要遞交1127號表格,來申請延期比稅 國稅局一旦批准,就可以享免佛金優惠 但要付利息 如果自己知道不可以在6個月內付清所有稅項 而你過去五年是未欠過稅的話 也都從來未有報稅而不交稅的情況 你就可以填寫9465號表格 向國稅局申請分期付款 近年來國稅局比以前仁慈 通常容許納稅人分幾年來給稅 但要收取利息和佛金 不論選擇上述三個方法任何一項 都比不理會好得多 假如沒辦法趕及4月17號之前遞交報稅表 就要用4868號表格申請自動延期6個月 但延期報稅不等於延期交稅 你一定要將稅款寄出去 或者用我剛才說的方法來稍作舒緩 我是林修榮,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